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是父親節 題目是 不再父親 不再父親 所以今天我們藉著用神的話 以及藉著用神在父親身上 來見證主 當然今天在我們整個見證的團隊裡面 有一對父親你們很熟悉的 葉耀堂 所以他們又在屯門堂 又在基音堂 所以感謝主 今天太太也弄傷了 但是父親節也要去屯門堂 所以用力也能回來給你掌聲 祝主一起來見證神 我們真的很盼望今天無論你已經信了主 或者還未曾信主 我很盼望今天我們早上的見證 藉著神的話 我們要和大家來分享 很願意祝福大家 無論我們信了主 還未信了主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生中最寶貴的是甚麼 就是家庭 所以今天不只是我找了幾個男人父親出來說話 如果只是找幾個男人出來說話 那幾個太太坐下來 你又說話了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個太太在身邊 男人說話 那太太說感謝主 感謝主 這樣才是主要 所以感謝主 所以我們整個團隊裡面很強調就是整個家庭 今天他們的兒子也在教會崇拜 所以沒辦法帶來那些兒子 不過有時候也很難 你要跟我去哪裡 這樣不行 不過最重要是他們都是感謝主 所以我們待會在他們的分享裡面 他們也會有power point 他們的兒子也會跟他們一起 來跟隨天上的福 那為甚麼會穿紅色衣服呢 其實這才是主 這件衣服就叫做主愛臨香港 主愛臨香港 那我就沒有穿這件衣服 我又帶了這條胎 主愛臨香港 記不記得嗎 在去年大球場的報道會的題目就是主愛臨香港 這件衣服就是他們穿了幾天在這個大球場裡面 去祝福這個報道會 感謝主 今天過去的生命都是為了自己而活 我們說我們當中不是所有 當中的父中有些人自以為是 自以為義 自私盜死 難盜盜死 不來家 就是有些人 但是感謝主 今天他們的生命改變了的時候 就學耶穌 謙卑自己愛人如己為人捨己 僱住家 這就是他們的生命 所以 牧師今天是父親節 所以他們都是 屬靈的父親 帶領他們 一起去見證神 去榮耀神 感謝主 祝福當中有些人超過十年 阿堂應該十年了 十幾年了 感謝主 以前叫阿堂 以前輸到江堂 現在是甚麼 Dep堂 Dep堂 看到他們兩個女兒 真是感謝主 生命在神的恩典裏 是真真實實的 所以這麽寶貴福音的信仰 這麽寶貴的生命 我們真是很想 個個家庭都得到 個個生命都得到 所以今天我們先 阿堂都很熟悉了 在這裏 所以今天他不用說了 不過他站在這裏 因為感謝主阿堂 在來到基音堂裏面 由一個賭仔變成好仔 然後變成我的馬仔 好用好洗 感謝主 所以 其實這裏有很多 其他有些都是阿堂去幫助的 我們先請最新的 他應該是去年洗禮的 Steven Steven 不是賭仔 今天我們的題目叫 不再父親 不再父親是什麽 今天很多事 我昨天和兩個女兒去吃父親節 都不用怎麽排位 父親節 酒樓、餐廳都容易找位 母親節就是沒有位 大家就知道父親和母親的分別了 不過我們很想扭轉 這個父親是負面的局面 是不是 要扭轉過來 但是Steven有另一種 他和大家分析 他不是賭仔 他是好仔 我們首先交給Steven 我們不如再下去吧 不用罰棄 然後再續陸上來 再一起 大家弟兄姊妹朋友好 我叫Steven 旁邊是我太太鳳欣 今天很開心 有機會和牧師 和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一起來到屯門堂 和大家分享見證 雖然牧師叫我好仔 其實我也不是很好 我信主其實也有很久的時間 我在讀書的時候已經信主 我看到我的年紀 應該都是很多年前的 我讀書 信主其實也是平平凡凡的 一個基督徒 我們又回到教會 偶爾也有點侍奉 但是不能說是一個熱心的信徒 我們甚至夫婦結婚之後 我們沒有怎樣回到團契 我們只是在星期日 會回去教會 有時候睡過了 我們也不回到 不是一個很好的基督徒 工作上以往都是好的 都賺到一些錢 雖然是這樣 但是我們也有點貪婪 我們2003年 就生了我們的兒子 在PowerPoint裡面 現在他14歲 在那段期間來說 本來我們的家庭 都是非常幸福快樂 但是可能隨著我們有一些少少的貪念 也可能因為太太工作壓力 加上她產後有些抑鬱 很無奈 她染上一個賭人 因為賭的緣故 令到我們家庭本來是一個 都算是豐厚的家庭 為了還債 我們變成了負債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曾經用了很多歪理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向別人借錢 但無奈都是泥足深陷 去到一個環境 令我太太甚至犯了欺詐罪 去判了坐牢 在那時候 我自己作為一個信了主的父親 很多我埋怨 雖然我已經信了主 但我竟然在那時候 我埋怨神 為甚麼 令我從一個 所謂可以很安舒的環境 變成一個完全負債的環境 我離開了神 我忘記了我的天父 曾經對我的英許 我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我覺得 我不能夠再跟這個太太繼續下去 在她坐牢的時候 我曾經想過離婚 當時很多身邊的朋友都跟我說 離開吧 因為賭是很難戒的 她今天在牢裡 可能沒得到 但出到來的時候 又可以再賭 還有當時的債務非常沉重 身邊的朋友就說 不如你離婚吧 將一條的鎖鏈斬斷 以致你可以重生 一個自由人的生活 我當時有很多的思緒 很多的犯覆 是不是應該跟她離婚呢 很不平安 但是很感謝主 在一個很特別的環境裡 有一位我以前不認識的基督徒 就這樣跟我說 她說 她說你是誰呢 你不是一個罪人 你怎麽可以在你自己 在太太 有問題的時候 有罪的時候 或者有困惑的時候 你就用一個特別 可以自己為很好的環境 去跟她說分開呢 弟兄姊妹 或者當時的弟兄都告訴我 神在接納我的時候 我也是一個罪人 祂不是因為我的罪 或者我的不好 不愛我 不離開我 而是繼續愛我 反而祂換上 祂就是犧牲了祂的生命 去拯救我 我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反覆 就是說我不能夠離開我太太 我決定了 去繼續為祂祈禱 當時來說我兒子也很小 在讀幼稚園 我繼續為太太祈禱 我記得我們每晚 和我兒子的時候 都在一起睡 我跟他一起祈禱 因為他當時很小 我不會說甚麼 我只是跟他說 天父愛我們的家庭 你繼續為媽媽祈禱 求天父保守我媽媽 你的媽媽在牢裡 主要好聽我們的祈禱 我在這個過程中 不是容易承擔 因為雖然太太入了牢 但是我仍然去面對很多的壓力 追債 金錢的壓力 有時有些事情 平時在太太身邊的時候 我自己也沒有覺得是一個重要 有些事情其實是很瑣碎的 其實他也幫了我們做 我記得那一年 太太進入了牢女的時候 我要過年封禮事 平時太太在身邊的時候 我們不會理會的 我想男人也不會理會的 可能我們理會的就是 你給了多少錢給太太而已 但是分派禮事的過程 原來是很複雜 我記得我完全不能夠掌握 我說這個人 他有多少個兄弟姊妹 有多少個親戚要派 我完全忘記知道 我記得還在探望他的時候 我說你麻煩你幫我寫一張單單吧 那一個人要派多少封 怎樣派發 原來真的這麼複雜 我知道原來有時我們的愛人 我們的太太在我們身邊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囉唆 但是感謝主 我們莊中 原來神給我們 就是要兩個夫婦一起 下一張單單吧 麻煩你 很感恩 我們在兩年前 參加過一個爸爸學校 爸爸學校在裡面教我們 怎樣做爸爸 原來爸爸不是容易做 因為神給我們一個責任 就是做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不耐不是說了事 一家之主反而是帶頭去認罪 我感謝主 在我家巴學校裡面教我 如何藉著天父的愛 去帶領家庭 我也很感謝主 因為從小 我剛才說過 我兒子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就一起跟他祈禱 他現在很喜歡祈禱 他每一件事都為事情擺上祷告 有時候 我們夫婦有些喊叫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下台 但是天父就借著 兒子就拔在我們一起 我們就三個人拖著手祈禱 我感謝主 在我們當中學到的改變 好的 我們看看你有甚麼補充 很感恩 今天是父親節 很相信 在我們兒子的心裡 你會是他的最好的父親 亦是我最好的丈夫 很感恩我們家裡有你 做我們的頭 父親節 各位快樂 我講到這裡了 有什麼?' 會不會